说一产体皆有佛性 一产体就是指说 没有佛性根系的人 也可以成佛 那我想请问尊贵人 那个康夫人过去说 一产体皆有佛性 那一产体他们的善根又从而来 那又从 又从什么样的根本 而可以去入佛道 然后可以成佛呢 这样 首先 好像你最爱问 两个问题合在一起 我都没办法与在一起 我想你的问题 第一个是 因为佛陀时代有一个叫做八戒十九 汉文当中他翻译的叫德顺 他在九十度岁的时候出家 当时佛的阿罗汉就没有 因为没有发现他出家有什么功德 但后来佛用他的智慧观察 这个因缘成熟确实出家之后 获得阿罗汉果位 这是佛教当中 佛是变质的 佛的智慧跟阿罗汉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可能阿罗汉的智慧也是有限的 他的智慧是因为有具现性的 并没有完全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相 所以在这个时候佛作为正量 而阿罗汉的智慧 他所设计的并不是很广大的 第二个你刚才说的一探气 那么这个实际上断了重心的人 我们这是一种凡语 然后我们音声出来 我们有没有现在断婆心的人呢 这是不了意的说法 这种是有的 但实际上米勒菩萨的经状案论当中讲 真正是断了重心的就没有的 只不过暂时你的善根没办法成熟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佛教徒 自己跟家里的人特别想帮助他 但是你怎么样帮助他 他就根本不接受 生邪见 诽谤 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像完全没有什么佛缘 没有什么善根 但实际上也不是 他是暂时 暂时来讲他的这种因缘不成熟 完全断了如来藏重心的这种众生是没有的 这是在《经庄严论》的相关诸书当中 有特别明确的说明 因此佛教的究竟观念来讲 这样的完全断善根的或者没有如来藏的 这种众生没有的 只不过是我刚才讲的一样 他的邪见是非常严重 所以暂时来讲我们称他为什么呢 就是断终性质而已 我想问的是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附佛外道出现 他们会吸收会员 但是不教他们佛礼 也不教他们读佛经 只是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名师 那如果我们身边有 基本好有被这种附佛外道吸收的话 我们要怎么看待 要怎么样脱离他们 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或者说这就是一种显示今生的业力 造成他们被吸收 我有时候来到台湾很快乐 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说 什么都可以相信 很自由 但有时候看到也很痛苦 这里什么各种各样的思想 各种各样的态度都自己被复出现 所以我的心态也比较矛盾 来到这里又快乐又痛苦 当然这个问题实际上确实如果我们不让系统地学习 佛经论典的话 不管是什么样的名师也好 什么样的人都不是很好的 包括佛教徒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人只是对上师特别特别恭敬 但是上师所穿的法 取舍因果方面的一些道理没有动的话 光依靠一个上师接应你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师 我要死的时候上师你一定要把我拽走 你不能把我放弃 我所有来世解脱的希望都是你老人家 但是上师佛陀时代的时候怎么讲的呢 佛陀也说过我给你们知识解脱道 解脱依赖于你们自己 因为佛陀为大家说三世因果的取舍方法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去做 行持善法的时候我可以前往解脱 行持恶法不能得到解脱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 所以第一个我想这种人 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任务我不太清楚 但是确实也是不让学习 没有正面地了解佛经意义的话 你打着什么样的旗号 对众生是没有任何的利益 不仅仅是他们佛教徒也是需要 一定要系统地学习相关的经典和论典 我看到很多人皈依很多年了 学佛已经多少多少年了 但实际上非常简单的 基本的有些道理不但不懂 还要越来越学越怀疑越学越痛苦 这是说明我们刚开始的路 还是选择上是有问题的 因此现在有些年轻人 你不想学佛 不想研究领导别论 我们也不强求 都可以自由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想学习 恐怕是依靠一些很善良的老师 然后自己去系统的 要学习相关佛教的一些资料 这样之后你的路不会搞错的 否则有时候我们的人生 也是搞一种别人的依赖 我们佛教里面为什么讲 义法不义人 不义人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老师 完全不需要善知识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如果佛法教理相为这样的人 无论是名其债道 他有再什么样的丰富财产 你如果过于依赖于他 到一定的时候你自欺欺人 也可以说自他都毁灭 没有意义 因此可能要想一切办法 逐渐逐渐你的方法当然是依靠 可能自己的各种不同的 一些灵活的三乔方面来 逐渐逐渐能不能引入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么可能要花更多的供应来 就是再进行观察和思考 客人夫妻您好 我是佛仁大学宗教学系一年级的 硕士生严汉迪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台北大学 听Campo开示 那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Campo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痛苦的人都是因为放不下 那我想请问Campo 不管是我们遇到要死的时候 舍不得家人 还是就是舍不得世间的一切 或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失恋 或是跟人家吵架 放不下这个情绪 那我们要学习如何放下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何就是将我们日常 像我们日常都会 像我们这些佛教徒 日常都会做早晚课 都要做一些禅修 那就是像我个人今天就是认为说 禅修好像是独立于生活之外 另一件事情 它就是每天固定的 可是它就是独立于生活之外 那怎么就是把我们日常的禅修 当作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是跟我们生活一样 跟我们呼吸喝水一样 是一件很生活化的事情 把我们的 把佛法融入于心中 谢谢 佛教禅宗当中经常讲 看破 放下 自在 这是很多人用在这个生活当中 但是这个如果用错了还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修行也刚开始所有都放下 不修行 放下 然后生活也是没有什么意趣 不工作 不成家庭 全是看破 全是放下的话不行 很多人因为这个词 听起来很有参观 觉得是很好 但实际上你要去观察 要善于 适有 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你会看破 你会放下 你会获得自在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之前 你也不要认为这是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的理念 不能看破 不能放下 对家庭和社会的工作 也不能看破 不能放下 有些老师和有些教徒 学了会以后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 全部看破了 放下来 每天都是跟家人争执不息 很痛苦 但什么原因呢 你也放下来 因为看破了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你到了最高的确实你所有的 比如说在家的生活 世间的一切 那你看破 你要对在家的生活看破 然后出家的话可以 但是你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之前 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激情 和生活的勇猛之心不能放弃 也许可能有些观点和理念 跟你的处理心和现实生活有一些冲突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刚开始的 初步的善心一定要需要 而且学习佛法和研究佛法的人更要积极 你不能认为是你暂时一刹那间的善念 然后整个生活放下的话 也许你的修行当中的违缘是越来越多 因此我经常跟他们讲 在家人学习佛法有两种责任 一种责任就是家庭和工作的责任 第二种责任就是我们修学和研究佛法的责任 这两个都是相互相成的 不能完全放弃 你只是为了一个而放弃另一个的话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为了家庭放弃修行也不行 为了修行而放弃家庭工作这也是不合理 其实这两个可不可以并用呢 应该是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所谓的禅修 其实禅修当中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工作禅 或者生活禅 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放下很多的忘年 可以思考一下 那思考一下并不是不等于你去不做事 乔布施也是天天禅禅打坐 但后来他发现苹果就改变了世界很多人的命运 所以他的生活因为坐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而日本的道生和佛他也是经常禅禅 但是因为他通过禅禅用开发智慧 宁静心态 最后不管自己的企业对世界也是创造了很多袭击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必要禅禅呢 非常有必要 因为禅禅现在来讲是一种心态 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心不平静确确实实是很麻烦的 心不清净在心态浮躁的情况下 你做的任何事情结果是不妙的 你如果心清净的 应该是一本正经的去面对的时候 那所做的事情会有很好的结果 因此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往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包括一些感情上 工作上 就业上 那第一个时候就放不下来 一下子就茅然选择一种不明智的事情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经常在一些年轻人 因为他们的思想速到非常重要 我特别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些老师们 不单是给学生要多讲一点你们的专业和科技知识 更重要的现在怎样做人 怎样心惨 怎样面对痛苦 这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很多面对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学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在大陆的很多学校里面 有些学生获得特别的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没有很好的去学习 刚才我来教堂之前跟尿教授一起 好像在那个时候吧 大陆那边的一个大学的教授给我发一个信息 说他们这些大学生平时上课的时候 只有一个班 五六个学生 没有人来好好听课 然后现在考试的时候开始作弊 就一直作弊 然后老师发现 抓到他们的时候说是求老师 让我把作弊的后面的这些要抄完 不要制止他 他正在作弊 求老师 我现在这个要抄完 然后这个老师有一点悲心 他心有点软 他是学过的 他说如果制止他的话好像是他很可怜 他确实也不学习 现在正在作弊 这个学生一直求他 我把这一段抄完就可以 但是如果不制止的话 好像他作为一个老师还要去支持这个学生 也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刚才还听到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老师也是让学生不要作弊 批评他 然后学生问老师 就说 老师 你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我说是做过拼 没有 然后老师说这个 他说是做过拼 没有